各位同學好 今天我們上的課是所謂多媒體企劃與製作 那我們的課程大綱 老師主要教學目標 在建議同學 就是有寫企劃的能力 因為一般的科技大學學生 對於寫企劃是比較陌生的 但是我們在多媒體這方面 要製作 或是要來寫企劃 或是將來要設計一個 多媒體的一些工作的話 你就必須要學會 怎麼樣去做一個企劃與製作 我們這堂課主要的目的是 讓同學有寫企劃與製作能力 將來可以到社會上來做一個 中階層的一個主管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我們多媒體 必須是要靠很多的產業界面來整合 那這個整個就是同學要學習到寫企劃的能力 因為舉例來說 我們多媒體 如果是做一個動畫 或是做一個3D或是遊戲 它裡面的界面的人呢 包括了能力有很多種 那譬如說你要寫腳本 你要寫程式 你要寫程式設計 或是你要做軟體 或是photoshop或illustrator 很多的一些軟體的能力 那你要怎麼樣去規劃 這就是一個企劃 那我們這堂課主要目的就是在教學生 除了你會企劃之外呢 還要把你的能力展現在一個估價 譬如說我們去做標案 所以整個核心是說 你如何能夠有這個標案 因為外面通常標案都是要看你的企劃 如果你的企劃寫得不好 那你可能會跟很多產業界來互相競爭的時候 你就會失去你這個標案的機會 那麼你在就業的時候 老闆你看你如果沒有這樣能力 那同學就業的問題就比較 比人家差一點 所以你的能力就會弱一點 那如果學會了這個 那當然是最好 我們可以應用在很多的公司 因為每個公司都需要寫企劃 所以這個是讓同學不但有寫企劃能力 而且提升同學在公司的地位 好舉例來說 我們現在多媒體方面 同學學了很多的軟體 那什麼樣多媒體 那同學就要從你自己 如何經營一個多媒體公司的概念 來寫這個企劃書 所以我們都分為好多小組 分為很多小組 對一個企劃來講 你們要訂定一個題目 那這個題目 就靠你們在 兩三個或是三到五個同學 那各種不同的專長 我們來 如何來規劃 怎麼樣去寫企劃書 寫一個 相關於多媒體的企劃和製作 那我現在 告訴同學 大概我們會分為幾個方向 那老師第一個會介紹同學 如何去上網 我們國家有很多的這個 行政院的一些標案 都會公佈在網站上 你要怎麼樣會學習上網 上網之後你怎麼樣去看標單 標單的內容 所以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 你會了標單內容之後 你怎麼樣去估價 怎麼樣估價之後 你會 要投企劃書的時候 你怎麼樣做好PowerPoint 所以我們這個 這裡面內容大概有四五項 那都是同學要學的專長 因為 這個科目對同學來講 是蠻重要 第一個你可以發揮到 你自己將來要寫企劃書 你自己將來要營業 要開業 要當老闆的時候 你必須要看這個企劃 企劃書寫得好 那麼 你成功機會就比較大 因為呢 很多老闆 如果看你企劃書寫得好 他就會提升你做 專案的經理或是主管 這樣你地位提高 而且你有統合能力 那這個在將來在就業上 或是在社會上 就是一個 比較 可以發揮你長才的 這個機會 所以同學 在多媒體這一塊 我希望多一點努力 那我們有 第一章 老師有講的 多媒體策略 還有企劃的概論 那同學稍微要了解 那企劃案的構成因素 那老師有寫的十幾項 從我們的這個背景 背景還有分析 還有動機背景 那我們的現況 那一直到最後 我們的結論 那整個的步驟 都是按照我們企劃的步驟 市場分析 或是組織 或是成本分析等等 那這一本書下來 就構成了一本企劃書 那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分析到市場的策略 所以我們多媒體 多媒體的策略要怎麼做 因為現在多媒體很多 不管是聲光影音 同學都有學過 那你如何用多媒體的概念 去寫這本氣化書 那這是我最重要的目的